陶田闲斗 陶田闲斗北京时间9日23日 2018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南班决赛 一名选手金婷以2比0击败日本女哥陶田闲斗夺冠 央视姐说张胜点评在两局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林丹中急着金婷最终奋起直追 完成逆转 指出陶田闲斗身处比分领先时确大的倒手 对于金婷的反扑没有形成有效反击 姐说嘉宾公伟杰直言两位选手的打法相似又相克 金婷胜在能够化解陶田闲斗节奏的变化 张胜介绍决赛迎来金婷与陶田闲斗的对决 直言这两位选手的打法相对鲜明 不过金婷在北界中与赛的体能消耗要比陶田闲斗大 透露金婷崛起 打乱了世界与谈的难担格局 至于陶田闲斗在半决赛淘汰时与其 张胜介绍他目前已经超越安赛龙升至世界排名第一 但世界排名并不能左右决赛的走势 还需要看谁更熟悉场地情况 目前陶田闲斗与金婷以四胜两副占优 第一局陶田闲斗揭发球抢攻以二第一暂时领先 张胜介平双方抬局都是在控制避免失误 这次揭发球抢点很高 随即有停顿的假动作在出手 宫尾接补充陶田闲斗的揭发球 金婷连追三分反抽到七到六时 张胜点平开始压制两边底线 以限制投顶区为主 同时张胜介颜陶田闲斗要将金婷压制到底线 并且尽量不要给他中半场球 不过金婷还是点杀对角线 暂时领先倒是杠七 攻以截点平持续性变速打乱陶田闲斗的控制 投顶区直线球杀的比较多 在反拍杀对角令陶田闲斗非常被动 张胜直言现在难担一轮突击 想要打死对方越来越难 需要连续变速变节奏连换进攻才能下分 印尼和日本选手各式拉锯到十到十平 陶田闲斗连续扣杀 拉开到十五到十三 张胜直言金婷推投顶区直线比较平 结果被陶田闲斗抓的机会 这就是双八斗制动容的过程 陶田闲斗通过连续幸运滚网球到十七到十四 龚伟杰坦言这两颗幸运球改变第一局的走势 金婷在十四到十九时连追六分完成反超 龚伟杰称赞防守陶田闲斗头顶扣杀漂亮 陶田闲斗连续杀球却意外下往到二十一到二十二 金婷在推后场落点 一二十三比二十一写胜 张胜复盘第一局点评陶田闲斗 在十九到十四后打得有点松懈 确实低估了金婷蛮强的反复能力 不过双方选手面对半场快速下压 都贡献出非常精彩 挣扎摆脱困境能力 并且无谓失误的控制非常好 陶田闲斗在第二局推队角出界被追平了到二到二 金婷高高跳起踢掉 在二比四落后追回一番 不过连续回球出界再度被拉开到三到六 龚伟杰坦言限制陶田后比线球难度会大一些 陶田闲斗在第二局领先到八到四时被反掉落在界内 张雪对于这位日本一哥的策略改变作出解释 第一局攻得很羞续带节奏 不过第二局赶游控制陶炳是为自己创造机会 限制金婷反拍抓得非常好 工美接补充陶田闲斗 在逆风场地更好控制球 陶田闲斗杀中路追身球物 中金婷大腿到十杠八举手致歉 金婷随即往前斗小球下往失误 在技术界先被陶田闲斗拉开三分差距 陶田闲斗保持优势到十三杠八 却由于失误连丢两分 龚伟杰直言着球在没有打准的情况 下去偷直信大意了 金婷在落后到十二到十六 并且通过接杀党员望和口杀反超到十八到十七 龚伟杰称在金婷 对抓住陶田闲斗战术和新点 就是通过遏制对方下一拍推平球破坏连换性 张胜坦颜套田闲斗头顶去 总是直线缺乏变化 最终 金婷扣杀领先赛点 随即金票落点写胜 二十一到十九趟的庆祝 鱼群播